28年前一部神篇预言了今天新冠肺炎的肆虐和类似天花病毒的猴豆 让整个世界饱数摧残 甚至有人猜测猴豆会成为世界性大病毒 那猴豆到底是什么疾病 我们又能否战胜它 今天带来灾难片极度恐慌 向大家提供参考答案 1967年非洲扎尔·莫塔巴河谷 美国公营兵军营爆发一种奇怪病毒 疾病快速传播 死亡人数不断攀升 军营向美国疾病站求救 军医看到遍地死伤 以及那控制不住的死亡数据 象征性抽取感染血量后 呈直升机离开 说好第二天带药来救治他们 但这种传染性强 死亡率高的新病种无药可依 第二天等来的不是救命药 而是一颗颗炸药包 整个军营瞬间已为平地 时间来到1995年 萨姆是美国陆军传染病研究中心专家 妻子罗毕也是一名传染病学家 曾经两人并肩作战 最近感情却出现问题 这天萨姆接到紧急通知 扎伊尔再度爆发 刺激传染病 仅两天半时间 说到他村子没有活人 于是萨姆带着一批人马前去调查 同行的黑哥毕业于西点军校 是一个只会纸上谈兵的新兵担子 领导老黑十分看重黑哥 特意让萨姆带他前去历练 经过16个小时飞行 抵达事发村庄 眼前的景象触目惊心 尸体摆满尽村的小路 走进隔离病房里 更是人间炼狱 此时蚊帐内传来孩子哭声 黑哥寻着声音找去 扒开蚊帐 恐怖的死状让他当场范围 不过同伴圈组 直接将防护头罩摘下 此时村长赶来告诉他们 这种病毒不会通过空气传播 一旦感染必死无疑 而且潜伏期只有短短两天半 这种病毒散布之前从未见过 只能将病毒样本带回美国进行研究 回到基地研究所 立马对样本进行化验 结果显示这种病毒叫莫塔巴 从进入人类身体 到杀死所有细胞 仅仅需要8小时 超级病毒 埃伯拉在他面前也只是弟弟 萨姆连夜将情况向老黑汇报 必须向全国发出警报 让所有市民提前做好防范 但老黑并不同意这么做 认为病毒不会通过冲气传播 就没有必要制造多余恐慌 尽管老黑拒绝萨姆的建议 但他知道这种病毒 并不是第一次出现 于是一人偷偷来到实验室 将莫塔巴病毒和1967年病毒 进行对比 发现两者几乎一样 原来当年派去的两名专家 正好是老黑和另一名将军老白 他们带走血液样本后 一直用他研究某种生化武器 如今病毒在线 对他们来说绝非好事 担心萨姆会坏事 老黑利用职权将萨姆调离岗位 只要他不再进行研究 那么关于病毒更多事情 就无人知晓 无奈之下 萨姆只能打电话给妻子罗毕 希望他可以将这一消息传达给外界 与此同时 一只捕猎队来到莫塔巴河谷 一只独自寻味的猴子被抓到 卷毛在贿赂海关检察院后 将猴子运往美国销售 殊不知这只猴子 将会给美国带来一场腥风血雨 途中猴子吐了卷毛一辆口水 现在的他哪知道 自己已经感染上致命病毒 很快猴子被送到宠物店 卷毛本以为能大赚一笔 可这只公猴老板们并不感兴趣 宠物猴偷走野猴香蕉 同时不小心抓伤老板手臂 老板瞬间失去兴趣 找不到美家的卷毛 只好将猴子放回森林 晚上 卷毛乘坐飞机返回波士顿 发白的嘴唇和通红的双眼 显然病毒已经在他体内迅速蔓延 然而他还以为只是得了流感 并未多想 一下飞机就和女友拥抱亲吻 将病毒传染到女友身上 卷毛突然感觉天旋底转晕了过去 与此同时 宠物店老板突然晕倒 被送往医院后立即开始抢救 并除去血液兼化验 就在等待化验结果时 一位医生不小心打碎试管 将带有病毒血液直接喷溅在他脸上 吓得他立刻使用清水清洗 此时萨姆的妻子罗毕也收到消息 波士顿出现两例奇怪疾病 连夜前往调查 在医院见到被隔离的卷毛 还没能了解情况 卷毛就暴毙而亡 而他的女友没多久也死了 为了弄清他们到底感染的是什么病毒 决定对卷毛尸体进行解剖 发现卷毛内脏全部腐烂 所有器官都变成一滩血水 立即将消息传给萨姆 从并发到死亡不超过三天 好在这种病毒不会通过空气传播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那名携带病毒的医生和女友去看电视 途中突然失去控制的咳嗽 托姆顺着空气流动 病毒直接就飘入其他人嘴里 此时他也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起身准备出去喝水 可边走边咳嗽的他 又感染了一大批人 还没买到水就晕倒过去 随即被送往医院 随着时间推移 医院不断有病人送来 医生查遍医学书都没有找到治疗方法 不得不向疾控中心求救 罗毕收到小镇医院发来的传针 立刻带人前往 萨姆第一时间向老黑汇报 请求亲自前往小镇救援 为了掩盖事实 老黑始终不同意 并强行将他调往其他地方 就在飞机起飞前一秒 萨姆偷偷伪造命令飞往小镇调查 此时小镇已经被全面封锁 大批军队驻扎 萨姆和罗毕作为志愿者 适与病毒论高地 他们第一时间将感染者统一隔离 可现在的病毒发生变异 一名病人一周前住院 没去过电视院 也没有接触过其他感染者 结果也被传染 这时萨姆意识到 病毒已经开始通过空气传播 立马对最新病毒进行分析 结果显示这种病毒 虽然和莫塔巴病毒极其相似 但新病毒可以在空气中存活很长时间 空气则成了传播介质 然而这种病毒不会轻易发生变异 一定是携带病毒的宿主 从一开始就同时携带两种病毒 只要找到病毒携带者 就能从他体内提取抗体 老黑在得知病毒通过空气传播时 大为震惊 大局面前 他没有惩罚违抗军令的萨姆 同时还默许他参加与病毒的研究 他们通过线索来到宠物店 在这里找到一只病发的宠物猴 黑哥通过化验发现 这只宠物猴感染的是原病毒 显然它并不是病毒宿主 如今小镇已经乱成一窝州 镇上居民被勒令在家 电话线被切断 不断增加的死亡人数 让他们陷入恐慌 想要逃离 却被军队拦下 更有甚者想要开车冲出去 刚出来就被直升机炸成碎扎 此般惨状 军方对小镇实行军事宵禁 擅闯隔离限者格杀无论 一时间小镇居民人心慌慌 媒体更是对其大肆报道 就在这时 一批抗抗血清被送往小镇 为了保护生化武器 这些年解药的存在一直都是机密 这种血清只对墨尔塔8病毒有效 在变异病毒面前根本不起作用 赞摸者的老黑询问血清来历 老黑对此无可奉告 只强调自己也在尽最大努力救人 而且他已经得到最新命令 军方准备在今天晚上8点 对小镇进行肃清 方法仍是投放燃烧弹 现在小镇上被感染的人越来越多 军方更是在空地搭建隔离舱 而那些死掉的人 则被丢到一间仓库焚烧处理 可老白为了保住无纱帽 不但对上级选择隐瞒实情 更是打算将小镇移为平地 就在危机关头 一位医护人员疏忽大意 不小心扯碎隔离服外套 意识到不对 立即进入消毒舱进行消毒 不幸的是还是被感染 全身抽搐 发起高烧 让正在给他抽血的罗币 不小心刺破手指 第一时间用点符消毒 再用大量清水冲洗 但他们心里都知道 这样做根本无济于事 整个小镇显入危机 眼下又想扭转局势 就必须找到病毒宿主 幸运的是 海关那边传来消息 他们查出 当时卷毛曾从海关运输出 一只猴子 而那只猴子 正是来自非洲 莫塔巴河谷 看来猴子就是病毒宿主 可此时小镇军队已经开始陆续撤离 为夜晚投放燃烧弹做准备 萨姆找到妻子罗币 如果自己六点还未回来 就赶紧想办法离开这里 接着他和黑哥前去调查 运送猴子的船只 可船上的饲养员 也因感染病毒 已经死亡 猴子不知去向 这时饲养员头顶上 发现一张猴子照片 基本确定这只猴子 就是病毒宿主 萨姆等人拿着照片 闯进新闻大厦 将猴子照片公布出来 如果有民众见过 请立即与疾控中心联系 此时女人看到新闻 立马认出 这就是女儿口中的新朋友 她急忙联系疾控中心 萨姆和黑哥第一时间赶到女人家 在小女孩的帮助下 他们顺利抓住那只猴子 事后萨姆将找到抗体的事 告诉老黑 此时老黑良心发现 准备帮助萨姆拖延轰炸机时间 反观老白 为了尽快完成任务 亲自带领战斗机 对萨姆兼拦截 幸好老黑驾驶技术过硬 一次次躲过射击 随后朝森林发射两枚炮弹 伪装成已经坠机的假象 这场生动机器果然有效 两人终于赶到小镇 立刻开始研制血清 萨姆第一时间给罗毕注射 在血清损用下 罗毕终于转威为安 而老白得知被骗后 回到营地 不顾老黑阻拦 立即下达运输机轰炸指令 萨姆在得到消息后 立刻前去阻止 通过无线电与执行任务的飞行员对话 血清已经研制成功 小镇居民很快就可以痊愈 希望他们能够放弃轰炸 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无论萨姆说什么都不会动笼 眼看轰炸机距离小镇不到五分钟路程 老黑赶紧提醒萨姆 只要与轰炸机处在同一航线 他们就无法到达小镇投放燃烧弹 萨姆立马指挥黑哥 将直升机挡在轰炸机前 以赋予他们同归于尽的打算 最终驾驶员选择妥协 同时燃烧弹也投放出去 不过选择将其投放到海里 最终小镇居民终于得救 在血清帮助下 病毒危机落下帷幕 而老白也因向总统隐瞒事实被捕 至此影片结束 极度恐慌上映于1995年 人类统治地球的最大威胁是病毒 不过现实远比电影还要残酷 灾难不可怕 可怕的是灾难重现 人类应对大自然抱有敬畏之心 要知道传染病 就是大自然对高傲人类的报复 不可怕的是灾难不可怕的